大家好 我是阿澤 今集跟大家說的事情是關於一宗劫案 有一個24歲的南保安員 連續打劫兩個鳳姐 疑似又吃又拿 這件事很離譜 慘無人道 這位南保安員 兼職24歲 24歲很年輕 為何還做這些事 說真的 這一年頭 你有一份穩定的工作回家 沒有欠人錢也算是不錯 搞得這些打劫 四處都是天眼 四處的人拿著電話就可以影響你 再加上這些鳳流 通常都會有一些閉路電視放在門口 所以基本上斷正你很容易 連續在同一個地方打劫 其實是很危險的 即是你今天去大埔劫 後日去旺角劫 大後日去灣仔劫 我也明白 三個地方不同環頭 很難擺到人在同一個地方捕你 但你連續四天裡面 剛剛劫完 又走到這裡劫 其實真的是薄拉 就是自己申請 這個保安員 他就在四天裡面 就在灣仔富士大廈 連環打劫了兩個鳳姐的財物 犯第二宗案件的時候 更加兩刀指嚇女士主 其實這些真的是陷家產 人家做雞賺了皮肉錢 要給幾個男人吵才能交到租 被人吵得這麼吵得辛苦 又要幫人吵吵 吵吵到吵你老婆的嘻子都差不多爛了 原來你的狠樣子 走去打劫別人 真是離狠大袍 這些人 沒有性的 還要這個全家產 而此 又吃又拿 這個最離譜 即是一夜夫妻都8、2元 你幹什麼懶惰你老母 懶惰完別人還要打劫別人呢 那麼呢 期間呢 他自己呢 即是他拿刀是兇狗別人 期間自己可能沒什麼經驗 即是二十多歲仔 做保安員 可能都是撈開正行的 對於使用利器的時候 可能是膽不夠 自己都慌 手藏腳震 拿刀兇狗女侍主的期間 自己都意外被割傷 最後呢 在一個屯門住所外面 被警察拘捕 涉嫌搶劫和盜竊 消息指疑犯在犯案前 曾經接受過兩名侍主的性服務 真是有食有拿 警方呼籲市民 如果這些案件有資料提供 便可以致電去灣仔警區重案組 第一隊的人員 總共劫了什麼呢 一開始第一單 不是搶的 他就是偷了這個妓女桌面上的一部iPhone 以及偷了600元現金 你老母大人大姐 偷600元現金是什麼事 其實真的好想仆街 你說你在街上隨機偷東西 都算了 你跟她的緣分 又或者呢 你在那個chillhub市場那裡 好像之前有些KOL 不知道為什麼 肚餓想去偷雞飯 那我都明白 是吧 你想去偷個妓女 你是好人都陷家產的 人家很辛苦做雞 你老母才叫我買一部iPhone 你想想 這些雞 我當是被人家撿什麼 可能五個水紙一千元 但是你要交租的 租個單位也萬多元 還要離M 一個星期是開不了工的 要離M的 你便算了 多冷淒涼 其實一個月 離M當是離七天 一個月二十八天四七二十八 即是開二十一天工 OK 他要被人家撿多少 他要被人家撿多少 他才可以買一部iPhone 你想想去偷iPhone 幾個陷家產 這些混蛋 第二次犯案 就是他離開之前 就是亮出20厘米的山果刀 就指客這個妓女 劫走三千元的現金 期間意外戒親自己 兩名的受害人 都在事發之後 當然就是報警求助 其中 被刀指客的女士豬就陰公了 29歲下來開工 拿傷情證來的 事後涉嫌違反逗留條件被捕 即是被人打劫 當然他做雞 他拿傷情證來做雞是犯法的 但是呢 我自己的想法是怎樣呢 多一會兒鼻涕 一做節目就有鼻涕 剛才是沒事的 很奇怪的 是整我 即是昨天呢 吵你老母的開直播 就在電轉 上面那條男人在轉轉轉 吵你老母的陷家產 今天呢 就不斷自己流鼻涕 弄了仆街來的 都不知搞什麼 真好難搞 先說回到這裡 這個女士豬呢 雖然呢 她持雙情證來香港 違反逗留條件 始終是犯了法 但是我都覺得是淒涼的 山場水遠 下來香港做雞 被人打劫 劫等了三千元 然後還要被人拉勾 都不知可不可以再下來香港 屌你老母有多慘 打算下來賺錢 誰知被人打劫 客餐猛的 還要被人吃免費餐 還要被人拿多三千元 真是很凄涼 這些雞 不懂得說 很慘 還有呢 這七日先來的 應該 因為呢 以前呢 疫情之前 很多那些年輕的 國內的女孩子呢 就是來香港那裏做雞 即是以前 但是後來呢 疫情封了關 少了很多 那時候我見很多人都在那裏 就說 哎呀 你老母要屌老雞啊 好可憐啊 那樣那樣 即是說好可憐 因為沒有了那班呢 雙情症來香港 那樣 還有呢 那時候我有個朋友呢 他在廟街那裏 這些說不可以的呢 總之他在廟街那裏浸 OK 我差點想說他在廟街那裏 總之他在廟街那裏浸 那呢 他就教我啊 他說呢 那 他就說呢 那些浸站在那裏那裏 就多數都沒有證的 即是站在那裏拉客啊 那些浸站啊 那些浸站啊 多數都沒有證的 他就說呢 如果拿著那些單張呢 叫人上去打骨那些呢 就有證的 這樣咯 他就跟我說咯 他就說 不過我看著他 我說不是啊 那你那些服務都不同的 你拿著張紙 叫人上去打骨那些是打邪骨而已 但是你那些沒有證的 那些站在那裏那些 那些是就這樣吵的 都不同 兩樣東西來的 但是他就教我這樣分咯 他說他們是這樣分的 就分哪些有證 哪些沒有證咯 是啊 因為他說呢 通常呢 你打骨那班呢 拿著那些 拿著那張單張的那些 就有證的 沒有拿單張的那些就沒有證的 即是他這樣教我分咯 但是我不知道堅定留了 因為我沒有去嚴正過啊 我沒有理由難道走過去 喂 小姐 你有沒有證啊 那樣子不會癡癮的 人家以為你 你有沒有差人查牌 你暗咯 是不是 你這麼八卦 你打骨就打骨 叫雞就叫雞 你不要問這麼多東西 好笑 那時候我朋友 有說這些 你暗咯 那樣子 癡癮 但我也是有趣的 原來他有這樣的 這樣去分咯 我沒有想過 但其實對於一個消費者來說 有證又怎樣 沒有證又怎樣呢 是不是有證會比較好 還是沒有證會比較好 我真的不認識 我都不認識 你跟我講做什麼 其實想想想 其實是騙水吹 其實是按鈎 你教我分這些 做什麼 我都不認識 我理解不了 我這個就是香港人來的 有證的 我這些呢 就屌你老婆沒有證的 這樣分咯 但沒有關係的 你去嫖的時候 或者你去玩的時候 你看女兒正不正的 你不會理她有沒有證的 你去昂溝 我想一下想一下 好奇怪 不說是由志 一說就好像好奇怪 那這樣呢 都希望呢 這個犯人 是能夠被重判啦 即是你打劫也算啦 還要打劫奉者 這些狼人真是離證了 即是全家產之中的全家產 希望她得到這個重判啦 二十幾歲 起碼坐回四五年才出來再說 對不對 那今集說到這裡 沒什麼特別 都很久沒出過這些節目 雖然我自己都說 出這些節目 是有一種浪費精的感覺 即是會覺得 你老婆做過直播 錢又多過這裡 接著又可以落標題 接著呢 又把封邊亂弄 但是呢 這些就是有一個嚴格的規定 要不然又會黃標 那變了會有點沒人的 但是我看到影片那裏 好像很多日報出片 也有時間錄一下節目 即是跟大家說一下 因為有些人可能喜歡聽這個媒介 多過聽直播的 有些人可能搭一程車十分鐘 這樣就聽這裏 不要緊啦 這邊兩邊各個各做 有空就做一下這邊影片 即是出一下節目 這樣 但是直播那裏我也是會變回 做一個主要的項目去做 因為直播那條數回來又漂亮 那些數據又漂亮 所以我應該會繼續做直播 那兩邊都做 無謂說做一邊不做一邊 那今天 節目的時間 我想都應該差不多 那照舊 喜歡我的節目呢 不是啊 我想說完看那套電影 還是直播才說呢 不要緊啦 這裡說一點點 我在Netflix那裏 看了那套 調教李柱南 那個女明星我不知道是誰 因為鬼妹那些明星我其實不太懂 我是覺得Netflix那裏 很漂亮 其他那些我都沒有怎樣認真去看 那調教李柱南那條女 雖然都是一個阿姐來的 看她的款都三十多歲 可能大過我一點點 但是這套東西是挺好笑的 即是她寫過女主角的性格是 有點癡忍的 但也討好的 劇情中間有些老套 但整套東西整體來說是好笑的 還有講人與人之間的關係 如何去建立啊 講父母和兒子啊 都頗好看的 那套調教李柱南 即是有少少胡鬧 但是是個人的 即是我不會說是神作那些 但是如果你晚上沒什麼做啊 都可以開來望一下笑一下 輕鬆一下 即是北京現在的經濟又這麼差 環境又不算是很好 有些壓抑呢 我見很多人都 大家都不妨可以 開一下這些笑片出來開心一下 除了臨時劫安 叫多好笑之外 但臨時劫安呢 即是郭富城那套賀歲片呢 我有些年輕一點的朋友 他們看不明白 他們覺得很悶 不知道有什麼好笑 不過那些是正在讀中學的 所以他們可能不是很怕 即是他們笑不出 即是我不是說呢 他在推的士 然後在那兒唱歌 在那兒唱越南文 然後又唱中文 好笑的 但他不知道有什麼好笑 大家看看這些喜劇 又可以放鬆一下個人 可以開Netflix 看看這個調教李柱南 Netflix這陣子有很多東西看 有什麼沙丘巷戰 還有那套金剛大戰 我想說大戰外星人 金剛大戰哥斯拉 還是哥斯拉大戰金剛 大家知道我說哪一套 因為我都未看 所以這陣子也多電影看 Netflix 還有那套卡通片看 那套什麼殭屍100 我也想看 那套就是動畫 那些人說好看 我都未開 我還在看黑暗集會 黑暗集會好看 好像捉Pokemon 挺有趣的 但是捉鬼怪Pokemon 寫男主角 寫的角色都寫得挺好的 而且他們現在和神對決都準備要 都挺好看 今集分享到這裡 十多分鐘不做那麼長 都沒什麼特別 照教 喜歡我的節目 還是回去頻道 我們下次見 各位網友 拜拜